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至十九节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耶稣走进圣殿 就开始驱赶那些买卖制生的人 还牵回了兑换前臂的人的却子 推倒了夹反的凳子 不许人把圣殿当作市场 他对他们说 圣经宣告说 我的圣殿要称为万国土告的殿 你们竟然把他变成了贼窝 祭司长和律法教师 听到耶稣所做的事 就开始谋划怎样杀害耶稣 可是他们又怕他 因为他的教导 让众人十分惊奇 那天晚上 耶稣和门徒出了城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合上帝心意的殿》 耶稣进入圣殿之后 展开了一连串的行动 就是驱赶买卖制生的人 推跌兑换钱币的人的桌子 夹反的椅子 也不准人将那里当作买卖交易的地方 圣经没有描述耶稣的心理和情绪状态 但是可以想象 耶稣造出驱赶 推跌 拦阻这些激烈的动作 反映了他的不满和愤怒 圣殿是献祭的地方 耶稣为何发怒呢? 伤人只不过是为群众服务 贩卖献祭用的制生和其他制品 兑换钱币的人 只不过和献祭者 将罗马钱币兑换成希伯来钱币 况且 这些都只是在圣殿的外族人园进行 为什么会惹起耶稣的怒气呢? 耶稣引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节教训人 圣经宣告说 我的圣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 你们竟然把它变成了贼窝 这节经文的常文告诉我们 上帝非常重视圣殿内的外族人园 他乐意看见他的子民在殿里祷告 这些子民 包括本来不准在圣殿敬拜的人 就是那些紧守安息日 简选上帝喜悦的事 持守和上帝所立的约的太监和外族人 他乐意让他们在祷告的殿中起落 上帝乐意让他们享受和上帝联合的福气 在殿里献祭是重要的 但是祷告更是上帝体重的 商人将外族人的怨 这个万国祷告的殿 变作剝削途利的地方 完全不合上帝的心意 我们的内心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电脉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啦 拜拜 拜拜